105 《經濟日報》 證監會頂上互聯網股票則借場外配置平臺連夜關閉 2015年7月14日話題A 3 宣屬於報導配合官方要求 大陸最大互聯網配置平臺之一的米牛網逐一三日公告 即日起停止股票則限借款的中介服務業務 另一家主營同為互聯網股票配置平臺尋此網 也已連夜關閉相關業務 將於稍後公告 證監會十二日報晚發布關於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 同日晚間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網信辦 通知各門戶網站 網絡平臺和媒體單位 全面清理所有配置炒股的違法宣傳廣告信息 澎派新聞指出 十二日晚的政策對層外配置殺傷力極大 相當於直接叫停 比如網信辦的通知等同於直接封殺了所有互聯網管道的股票配置 證監會則直接要求落實證券帳戶實名制 嚴禁帳戶持有人透過證券帳戶下設指帳戶 分帳戶 虛擬帳戶等方式違規進行證券交易 5月底 證監會要求證券公司全面截查 至9參與場外配置的相關業務 報道並指出 至5月起 相當一部分主營為股票配置的平臺 就已開始縮減股票配置規模和降低股票配置的槓桿 其中多家平臺業者表示 以後會向互聯網金融其他領域轉型 。